这款特兰克斯确实帅出了新高度 今日分享万代SHA富龙珠系列 特兰克斯 未来少年版 包装方面 高18 宽15 厚4 依旧是一个本系列最常见的包装尺寸 也就是说和最常见的黑发悟空包装尺寸完全相同 内包塑封虽然只有一层 但内容物塞得很满 如今这个系列已经不再额外提供说明 简要的说明都印在包装内侧 主体方面 这身未来少年的造型 堪称特兰克斯的最帅登场没有之一 时尚又帅气的装扮 神秘感直接拉满 默认是超赛衣的头发 层次感做得相当不错 最近的龙珠产品 面部都会印上线条 动漫感会更足 短款长袖的外套 效果非常帅气 肩上的标志和袖子上的扭扣也都印刷得很清晰 衣领盒背后采用了软胶的拆分结构便于可动 腰带部分的涂装效果也还可以 下半身的主要看点则是标志性的鞋子 身高方面大约15公分 拿出万年比例尺 黑发悟空做个对比 身高接近的效果倒也比较符合设定 主体重量不到80克 相对平均 可动方面 头部如果必让开领子 转动一周也没问题 左右摆头的幅度也基本令人满意 算上脖子根部关节 低头的幅度也相当不错 抬头的角度会逊色一点 但也不能说没有 衣服做了分割处理 外层是软胶材质 后方则分成了两片和衣领相连 这样衣服部分就不会对可动造成干扰 手臂的平举可以远超90度 转动和上举也完全没问题 先开外套可以看出 内部是双签套的球性关节 这样的结构 手臂根部除了能上下搓动 向内摆动的幅度也相当不小 上臂平转能够一周 肘部是双关节 弯曲远超90度 手腕的内外摆动会稍微受到袖口的限制 手腕转动一周肯定没问题 胸部是球性关节 但平转方面做了45度线位 腰带是软胶材质 而且是单独的零件 所以腰部转动一周倒是没问题 加上胸部关节 向前俯身的角度相当可以 身体后仰的角度则相对一般 躯干左右摆动的幅度倒是还算不错 腿部前踢是标准90度 后摆会受到干涉不到45度 腿部侧皮则基本能够抬平 大腿根部平转的角度稍微受限 但也基本够用 膝部是双关节 弯曲超过90度 而且膝关节采用了一体设计 遮盖效果还不错 脚腕部分平转一周没问题 脚掌的前后摆动则稍嫌一般 脚腕接地有独立关节 幅度只能说基本够用 还有就是脚尖部分能上翻45度 整体的可动虽然算不上特别优秀 但也已经相当可以 整体手感方面 关节的松紧度也都比较合适 奇怪的是大腿根部都有微小的虚位 晃动起来多少会影响体验 替换表情方面共有三张 表情的替换依旧是简单地向前拆掉刘海 再拆掉表情部分 换上想要的表情再将刘海装回原位 默认的严肃表情还原度相当不错 但我觉得这个斜眼注视的表情效果更酷 咬牙切齿的表情多少有点过于凶狠 这张怒吼的表情反而相对自然一点 刘海部分还有一个翘起的形态可以替换 感觉刘海向上仰起的效果更配比较激烈的表情 发型的细微还原也有考虑 值得好评 另外还有一颗普通状态的完整头雕 头部连接处是球性关节 简单的插拔就能替换 普通状态的头雕做得更是出彩 而且普通头的刘海也能拆掉 不过普通造型的表情只有这一张 当然把超赛版本的脸换上去也不是不行 只要你自己不觉得效果奇怪就好 替换手型的量也相当不小 一对五指张开的手型 一对五指并拢发射器攻波的手型 和一对五指弯曲的手型 握件的手型也有两对 区别是一对是垂直握件 另一对则是斜方向握件 最标志的配件肯定就是这把长剑 背带部分是软胶材质 可以通过凸起固定在剑翘上 再拆掉头部从另一侧套上肩膀 直接安装背带也可以 就是有点不够顺手 这把剑是真的可以出翘 而且还翘的时候还有定位感 并不容易松脱 剑柄的尖端可以直接拔掉 这样穿过手型安装也很轻松 背好剑之后的造型 才是未来少年的完全体 这个刚登场的子发少年 上来就放话要杀弗丽萨父子 更狠的是 甚至还没看清他是如何拔剑 就已经是砸兵全灭的战绩 紧接着二话不说 直接就变成了超级赛亚人 要知道当时已知的超赛 还只有悟空一个人而已 这小哥先是一发气功波 把弗丽萨逼到半空 然后跳起来劈头盖脸就是一刀 一刀两段还不算过瘾 紧接着又是几刀 来了个大蟹拔块 剁碎了还不解恨 反手又是一个气功波 炸了个灰飞烟灭 小伙下手这么狠 不知道还以为 他和弗丽萨的仇比悟空还深 紧接着谈笑之间 就轰死了弗丽萨他爹 逼格真是拉到飞起 这种逼格满满的亮相 并不是谁都能有 综合来说 这款特兰克斯虽然帅气 但是小瑕疵也不少 但无奈拿剑的造型实在太帅 很难忍住不去入手 最后视频制作不易 我也需要生计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麻烦动动小手 点赞关注 投币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 我这里谢谢各位